在慧大勋没有出现之前 那一最有魅力的小弟弟 绝对是PG-1 他从一个岌岌无名的说唱歌手 成为泰迪姐妹团的共享弟弟 不但让马苏离小路折腰 甚至连姐夫们都爱乌及乌 将他当成了亲弟弟 现今PG-1消失于人前 另一个姐姐杀手为大勋再现 谁也没想到这个笑起来有点憨憨的少男 出道没几年 就泡变了内娱的美女们 小时候的魏大勋就被老天追着喂饭 父亲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名下一共有19家公司 其经营范围涉及了贸易、金融、餐饮、传媒等各个领域 为他追星创造了天然的条件 现见骑侠专热博时 魏大勋就爱上了杨幂 为了女神 他顺之减肥成功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不过三岁的年龄差 和在娱乐圈地位的差距 让魏大勋擦肩而各 2014年杨幂和刘凯威拍摄如意 阴系深情 随后结婚生娃一气呵成 看着女神结婚 魏大勋也没有闲账 还是18线的他和大八岁的马苏传出恋情 两人多次也会吃饭被拍到 甚至传出两人的结婚消息 不过最后却不了了之 当时的两人都很稚嫩 那时马苏的事业正当红 不知道分开的原因和女方事业有没有关系 2016年参加我们相爱八十 她和李庆关系亲密 甚至还在水中来了一波热吻 两人的恋经被炒得火热 可是还没等两人有什么结果 外界就传出了杨幂和刘凯威 一次离婚的消息 魏大勋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此时的魏大勋 已经不再是什么小透明 被芒果台当作宠儿的他 已经是民众喜爱度很高的综艺咖 2019年杨幂常驻猛火台节目 密室大逃脱 魏大勋的机会来了 一来二剧女神就这样追到了手 可是对杨幂来说 官宣恋情和弟弟交往 迷住小奶狗等等 却都不如拼杀事业来得重要 这段恋情没过多久就没了后续 2022年6月 由秦岚魏大勋主演的 关于唐一生的一切热播 关于两人在片场的互动花絮 也被放了出来 当时的魏大勋还和记者吐槽说 我们这个戏的感情戏好少 一点也不过瘾 希望感情戏多一点 没想到 剧中没过足的感情戏 竟然延伸到了现实中 虽然秦岸也比魏大勋大 而且大八岁 但秦岸姐姐封印尤存 颜值身材都很能打 魏大勋眼光真的不错 就是不知道 这次两个人能走到最后吗 对此大家怎么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